仔细帮长者修剪头发一旁还有推拿服务 让长辈不仅美丽更要健康 并且邀请妇聊里内500位长者及其家人共同聚餐 对于这样的活动长辈们都赞不绝口 我刚刚有给美发师剪头发技术很好很满意 很有意义而且很热闹老人家都很开心 刚刚也去推拿蛮舒服的太棒了 主办单位表示老五老以及人之老 长辈们辛苦一辈子全都是为了下一代 重阳节即将到来 希望借有活动表达对于长辈的敬意与关怀 也希望更多人共同来关怀与陪伴家中长者 最重要是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在以前浪费社会很辛苦 我们这些长辈为浪费社会 现在到这个青工业的时候 家庭就是代工的所在 和这个十大建筑中工业 慢慢走到现在的商业时代 给我们打合很好的基础 给我们很好探测 所以我们在这个重阳节前世 我们要基盘这个活动 对我们这些长辈很耗心 先远料子又感谢中心狮子会 及所有赞助单位的爱心 能够服务社会投入公益活动 除了举办常会 还有深受长辈们喜爱的免费推拿 与发型修剪服务 用特别的方式来庆祝 带给长辈们别具意义的重阳佳节 用真特别的方式 用真特别的方式就是说 预测来给我们按摩预诊 配合到这些活动 让我们不过了解的时段 可以说过一个非常欢喜 非常丰富的重阳节 我们也感谢社团 他们可以带头来 把我们这些长辈来给他们 威乐 活动除了邀请专业推拿师 来为长者们推拿 解决筋骨痠痛的脑人症状 同时也请来发型设计师 免费帮长辈们修剪头发 并选出十位长者模范楷模 颁证奖牌及奖金 让参与的长辈们活力久久 欢度重阳佳节 记者洪一伦炒豚采访报道